蘿蔔糕 因為有時候過年在家 家裡桌上可能會放蘿蔔啊什麼 就是一個好彩頭 那我們如果去運用蘿蔔 我們就把它做成蘿蔔糕 那今天我就用蘿蔔糕來做我們的變換料理 我們來做蘿蔔糕湯 蘿蔔糕湯 是 沒錯 那我想說過年大家都有剩菜 對對對 那其實我今天的概念就是 我們把剩的蘿蔔做成蘿蔔糕 然後蘿蔔糕除了直接煎之外 我們可以來做第二道料理 就是蘿蔔糕湯的部分 太棒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五花肉絲 就先把它下鍋 五花肉絲 對 就五花肉絲 然後把它煸出它的豬油的香味 我們跟著就可以來放入其他的材料 對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煮 就是有點像客家菜 對 好 我們就先把肉絲炒一下 包香 然後跟著我們就會放入我們的開洋 我們的蝦米 還有我們的香菇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過年一定會出現的東西 對 好棒喔 這一些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電視牆上 最新的電視牆上 盛食變天菜 五星主廚 不常吃大公開 客家蘿蔔糕湯 所有的食材上面都有 是 包含我們做蘿蔔糕的方法 其實上面也有 我們罩子上面的方法做就是零失敗 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不用再去準備一些什麼 黏米漿 比較麻煩 那我們現在加入開洋跟香菇 好棒喔 不然媽媽也覺得說 怎麼辦 我蘿蔔糕剩這麼多 對 可以做蘿蔔糕湯 好 其實我們在家的話我們也可以炒 就是如果說我們把蘿蔔糕稍微炸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去炒 好 先把它爆香 爆香是最好的 神院長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廚神 那麼愛吃 又會做 蘿蔔糕你們家怎麼吃 蘿蔔糕應該是煎 要不然是做湯 也是做湯 對 做湯 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爆香很快 對 爆香很快 那我們現在就只要加入我們的熱水 對 直接加入我們的熱水 哇 速度非常快 對 這道菜是非常好做的一道菜 那我現在還有準備我們的冬菜 冬菜 對 我要讓它增添一點風味 所以我加了一點點的冬菜 然後跟著我把蘿蔔糕把它放進來 這個時候煮腳已經下鍋了 是 煮這道菜是非常快 只要其實煮滾了 味道下去了 就可以完成這道菜 中餐晚餐都好 對 酸菜可以嗎 酸菜也可以 因為我習慣用酸菜 沒有冬菜不好買 對 那現在我們就下入一點點的鹽跟糖 下入一點點的鹽跟糖 有關茶 你都是一點點的鹽跟一點點的糖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胡椒粉 其實放不放都可以 那我會放一點點的胡椒粉 帶一點點的味道 那油蔥酥還有我們的芹菜跟蒜苗 我都會最後放 太早放的話 其實它的味道就會被稀釋掉 所以我會晚一點才會放 是 像蘿蔔糕它的保存方法 通常你建議怎麼放啊 通常如果我們蘿蔔糕家裡有真空袋 還是密封袋的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盡量把空氣排掉 那我們如果這樣子冰的話 大概可以冰三到五天左右 冰到三到五天 對對對 但是就是一定不能讓它碰到水 然後盡量把空氣抽掉 其實它可以放比較久 對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用這個密封袋 包它有時候鼓鼓的 對對對 它裡面有空氣其實就很容易讓它壞掉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油蔥酥 油蔥酥 這個時候加進來了 對 味道也漸漸出來了 那如果說我們在家沒有要炸油蔥酥 可以買現成的 或者是有那種豬油的油蔥 其實都非常適合 對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差不多就加入我們的 芹菜蒜苗 你剛交代的最後才下鍋 對對對 我們再來就是只要煮滾 它就完成了今天這道蘿蔔糕湯的料理 速度真的很快 家裡突然有客人來馬上把剩菜 剩食變成天菜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家 就是如果蘿蔔糕太多 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處理這個蘿蔔糕 對 邱昀長這個蘿蔔糕的營養價值 對 這個蘿蔔又有一個說法 叫做窮人的人生 窮人的人生 你看它長相很像放大的人生的那個感覺 對不對 有一個俗語叫做 冬吃蘿蔔 夏吃薑 不饒醫生開藥方 對不對 裡面就是蘿蔔它本身有很豐富的 膳食纖維又有維他命C 那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 過年的期間 用這樣的方式來料理一下 把你的大魚大肉那個油膩的東西 把它排解掉了 那對健康也是非常有好處 應該要多吃一點 而且很棒 它可以做成個人份 就是一人份 已經完成了 對 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起鍋 好棒喔 這個顏色 而且它味道有點像客家湯圓的那種香味 好 那我們現在就完成了 這一道的蘿蔔糕湯 對 就是非常的快速 好 盛食變天菜的第二道來公佈答案 對 我們要做的是滑蛋叉燒飯 其實我今天還偷偷加了一點點蝦仁 因為其實蝦在我們過年的桌上是必備的 那叉燒有時候我們去買 去買那個頭盤 有些飯店可能頭盤 還是說我們去燒拉店買來拜拜的一些 其實叉燒大部分都還是很多會出現 那我們今天就是準備簡單的蝦仁叉燒 蔥花跟雞蛋來做這一道菜 好 那首先我們先把蝦仁放到鍋子裡面 你選它是因為家裡通常 前兩天都有大魚大肉 對 就會有蝦 那其實我們今天如果不用叉燒 其實也可以 我們用燒肉 用鴨肉都可以做這道菜 對 我們就先把蝦仁炒一下 那再來就是加入我們的蔥花 港式華旦叉燒飯 是 加入我們的蔥花 那我們稍微炒一下 其實它的味道就是依照個人的喜好添加 對 其實也不一定要放叉燒 如果有時候我們有雞肉 我們也可以放成雞肉 對 因為這道菜其實是非常快 不用久煮的一道菜 其實家裡面的剩食 是 好 那我們再把熱水加進來 因為志豪家裡面每年過年 都是大魚大肉 都是大餐 對 對 我們家過年覺得要大魚大肉的 不吃 對不起自己 真的 好 加入我們的叉燒 叉燒終於了 對 加入我們的叉燒 豬腳來了 對 那我們一樣要放一點點的味道 我們都放很簡單 就是一點點的少許胡椒跟鹽巴糖就可以了 哇 他都再三強調一定是少許 是 因為其實我們叉燒本身就有味道 那蝦仁本身也有鹹味 所以我們都不會放太多 健康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把它煮滾之後 我們要先勾芡之後才能來下雞蛋 這個勾芡要看 對 如果太早下的話 那雞蛋其實就會比較老 那它就比較不會這麼的滑嫩 好 稍微把太白粉抓一下 太白粉抓一下 對 抓一下太白粉 我剛剛已經有在觀察 你已經把那個飯壓得扁扁的 對 一個碗工的形狀 好像在捏壽司一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爬上去的時候 它才會 料才會爬在那個飯上 看起來就會更漂亮 慢慢的下 慢慢的下 速度就是 需要什麼順時鐘還逆時鐘嗎 其實我都會投一個方向 會比較順手 對 因為我很好奇這個東西 打沙拉 你沒有方向錯了就打不出來了 對 它只能同一個方向 我們不要太濃 因為我們等一下夾完雞蛋之後 其實它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濃稠度 所以我們不會 對 我們不會打得太濃 對 那這時候我們在打這個蛋花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 下去的時候不會一直攪它 我們會先把火關得很小很小 甚至於關掉再來攪它 關掉再來 對 因為它這樣才會整片整片的 如果我們一開始直接攪 它就會像 那個玉米濃湯的那種細的蛋花 其實就沒有那麼的好看 哇 漂亮 對 對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先不管它 我們稍微搖搖鍋子 稍微給它推一下 推一下就可以了 對 再雞蛋成型就行了 好像在通它的經絡一樣 慢慢的 有一個樹狀 對 這樣的蛋才是會滑嫩 好 才會變滑蛋 而不是完蛋對不對 對 它才不會太熟 好 這時候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 把它吃著飯淋上去 太棒 這個會滑蛋 卡路里 我愛你 這個就是剩食變天菜啦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 家裡面如果有這些剩下的 大魚大肉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一盤 朱大俠是不藏私的 港式滑蛋 叉燒飯已經完成 吃臨 好